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2月1号 士博庭玉琴宾飞家 星期二清晨 蒲昭在友好戏上演 届时士博庭将主场迎战宾飞家 士博庭目前在联赛领先 而且他的今季打完15轮型能保持不败 看回宾飞家最近连续两轮联赛失分 目前同士博庭的积分差距有6分 相比之下 士博庭金铺赢面应该更大 虽然士博庭今季早早在葡萄牙杯 第五圈出局 但球队在联赛和葡萄牙联赛杯 两条战线上齐投并进 在联赛方面 他们已经连续十轮联赛稳坐头把交椅 而葡萄牙联赛杯方面 他们也能在决赛上 凌峰布拉加成功夺冠 捧起2021年度球队的首个奖杯 的确令一众勇等感到兴奋 山道士最近表现出众 这位球员过去三轮能够斩获两个入球 是球队最近联赛进攻以靠 至于另外一名攻击手 史宝拿今季整体表现不错 三个联赛入球全部是主场所入 今仗值得关注 今次面对最近作客并不顺利的宾菲佳 士博庭赢面当然值得看高一线 在阵容方面 前锋稀已被恩伤无得踢 虽然宾菲佳往职方面手握优势 但其实球队今季整体表现不够士博庭浩 再者他们近放麻麻 最近四仗各项赛时 只有一胜两和一副的不多稳定的战绩 更为不利的是 球队近四场各项赛是作客紧两和两副未赢过波 其中球队最多单场只是入到一个波 更有两场输两个 这样对今次需要作客出战的他们来讲极为不利 需要注意 宾菲佳今次走访对手为今季未输过波的士博庭 同时士博庭拥有全普超最好的防守 平均一场输0.6个波奥士全联赛 即使宾菲佳军场入波高达两个 今次想要攻陷士博庭主场都不是容易 在阵容方面 后卫安组艾美达相决 另外前锋艾华顿苏雅雷斯等人 因感染新冠而不可以出场 我们在安播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收听 李斯盈报导